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双北新闻 我是陈慧玲 7月1号交通部的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就要上路 交通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长陈时中 就特别前往新北市共聊福隆沙雕祭宣传 并且将当初开幕时设计的防疫国家队沙雕 陈时中部长的雕像摘下了口罩 强调在后疫情时代大家能安心出游 振兴国内观光产业 弗龙沙雕艺术记自5月底开始展出 是疫情稳定解封后的第一个大型户外活动 截至6月底已吸引6万人次造访 而其中最热门的沙雕便是应景的防疫国家队 指挥官陈时中戴着口罩与病毒对抗的画面栩栩如生 而29日卫福部阿中部长更是亲自前来看看 这个大热门的民众打卡电 我还记得我上次来福隆的时候 大概是50年前了 高中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同学一起来 那我们现在这13年半的13年的沙雕 我居然都没来过 基本的防疫新生活 口罩跟社交距离 亲洗手 这还是要维持住 那台湾的防疫绝对经得起考验 前两天有一个日本的女学生回去被验出来 那是很弱的一个阳性 那当然社区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这些潜藏的案例在 所以还是要要求大家要例行防疫新生活 那我们绝对可以控制得住 请大家放心 而这次阿中部长与交通部长林嘉龙的大任务 便是宣传交通部安心旅游政策 因此特别行动便是要摘掉防疫国家队的口罩 两位部长摘下后开心自拍留念 更希望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出国旅游的民众 能将目光转向旅游环境更安全的国内景点 帮助全台观光产业补血以下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向全世界推动的观光年历 就是以芙蓉的沙雕 作为一个很重要向世界行销的旅游的景点 那大家不需要一定要去挤花东或者是外岛 那我们这个东北角 宜兰海岸或者是北海岸 也可以享受这一种黄金沙滩 那家庭的亲子互动 一行人在交通部的女神沙雕翅膀守护下合照 目前芙蓉沙雕艺术记也办理亲子沙雕 沙雕教学观摩 爱心沙雕创作等活动 让来到芙蓉的游客体验到金色沙滩的魅力 活动内容可洽询东北角际 宜兰海岸国家风景管理出网页 沙雕展至9月底 民众有时间不妨前来参观 记者夏浩文贡聊采访报导 随着疫情解封 假日各地都涌现出有人潮 为了吸引民众到台北玩 台北市政府推出消费抽奖活动 只要到台北市的商圈 夜市又或者是旅馆消费 登陆发票就有机会抽中百万名车 希望能够刺激买旗 随着疫情趋缓 台北花市店家推出优惠活动 人潮明显回流 虽然是平日 但还是涌入不少采买民众 为了抢供这波振兴商机 北市府也和商圈 夜市及市场摊商合作 推出消费抽奖活动 只要登陆发票 就有机会抽中百万名车 台北市的商圈跟商家 这次受账很重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靠着 国际观光客 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国人的旅游 国民的旅游 全部能够一起争取过来 半抽奖刺激消费 希望帮店家抢救疫情期间 流失的业绩 活动从7月15号 开始为期一个半月 只要消费满200元 就有机会抽奖 另外特约店家 还有超值福袋 旅游业者也准备70台电动机车 等着民众骑回家 这三个礼拜以来 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商圈的部分 人流已经慢慢在回温当中 连续两个礼拜我去的西门町 大概现在至少有 差不多六成以上的旅客回来了 迎接防疫新生活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振兴好康 北市府推消费抽奖 希望吸引国内民众到台北玩 也鼓励市民潜流当地 活络地方经济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七八月放暑假 新北市供疗区公所 因应台风纪 邀及了紧销台电自来水等单位 进行复合式防灾演练 不但出动重机具 模拟灾害应变 还特别将去年遭受台风灾情的 双语社区号供疗国小 规划了受灾户撤离预言 供疗区去年在台风季中 受迷塔台风影响 曾导致德新街淹水 民众撤离的状况 公所特地敢在今年台风季前 做好准备 透过防灾演练 应付接下来多变的天气状况 今天召开我们的109年度 防灾的预言的一个部分 今天邀请了许多单位 来参加我们的预言 针对我们的预言的状况 总共有八种情境 例如土石流发生期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们的保全户 如何来强制驱离 遇到灾害的时候 遇到的情况有八百种 如何增强我们的演练的一个部分 来确实的面对我们灾害的各种情境 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来召开演练 确定我们的一个处理能量 来加强我们的防治作为 由于双溪河流域 便是供疗区少数保全户的所在 这次除了邀集双域李明 供疗国小参与演练 也使用重机具模拟断水断电 道路抢修的状况 希望透过逼真的演习 让居民熟练 也让伤害降至最低 去年米塔台风重创我们供疗区 那我们双溪里也有部分地区淹水 那公所的灾害应变中心 也立刻召集了开口合约厂商 那协同警察局消防队呢 来做这个保全户的疏散 民众都应该要准备防灾避难背包 那因应临时性的灾害的发生 那么另外公所的网站也有避难的地图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的伤害 供疗公所在供疗市民活动中心 也搭设好收容中心 除了分有男女休憩区 还有宗教抚慰区与幼童游乐区 让受灾民众能身心安定 而公所也呼吁民众 天候多变 要多注意周边环境 一旦有危险可能 要配合撤离保障自身安全 也可拨打1991平台 向指定手机留言报平安 记者上号文共聊采访报道 而为了强化地方防灾资源 新北市领口福人社 捐赠了5具太阳能LED照明设备 就装设在领口防灾公园 平时除了提供公园夜间照明 一旦发生灾害 还可以随时移动资源 停电的时候 可以提供伙食区器材仓库区的基础照明 领口福人社为因应绿色能源时代潮流 并增加防灾能量 捐助了5具太阳能LED照明设备 装设在领口防灾公园 领口福人社并在社区公园里面 进行捐赠仪式 由领口区长蓝品俊代表受证 当灾害发生的时候 会在这边成立一个救灾的指挥所 我们知道救灾照明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太阳能路灯的捐赠 非常感谢领口福人社这次捐赠5支的照明设备 这个5支的照明设备在我们防灾公园 分别配合我们防灾设施来做布点 福人社长陈明正表示 能够与工部门一起合作努力 期许能够达到抛砖引玉照浮箱里 为领口的发展奉献一己之力 然而这次所捐赠的太阳能路灯 不仅可以提供照明 还能够随时移动相当机动和便利性 如果停电的状态下 可以提供电力的 那个不用电力的照明设备使用 也可以帮助救灾的那个更有效率 更加的安全 领口福人社平常在我们领口这边 也是做非常多的公益 然后在这边也特别代表市长 来感谢领口福人社 对我们领口相亲的一个照顾与支持 区长蓝品俊则指出 领口社区运动公园 平时为领口居民使用率最高的公园 除了提供民众多元的油气设施以外 在重大灾害如地震发生时 也规划做防灾公园 为短期避难收容场所使用 今年受证太阳能照明设备 平日提供公园夜间照明 灾害停电时 可提供开设初期火石区 还有器材仓库区的基础照明 记者胡宇轩领口报道 毕业季受到疫情影响 很多学校不只取消毕业旅行 就连谢师宴也无法筹备 而新北市野柳国小的毕业生 就想出了自己为老师们煮饭的 另类谢师宴 消息传出之后 家长是热情响应提供海鲜等食材 而学校还邀请了五星主厨来教学 帮助这群小毕业生顺利的完成谢师宴 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今年国小毕业生不但没有毕业旅行 就连谢师宴也因为避免群聚而取消 不过夜柳国小的学生 却也别出心裁的想出替代方案 就是邀请五星主厨来教学 毕业生亲手做出一道道的料理 要在学校里 宴请老师校长 感谢师长们一直以来的资尊教诲 那今天最主要的食材 都是就地取材 也就是我们野柳临近的一个渔港里面 捕获的一些相关食材 也许大家会觉得那个食材很高档 像干贝 鲍鱼 石斑鱼之类的 不过今天最主要是让孩子去感受到 他们自己家乡里面 这些丰富的食材 其实使用在地的食材 吃在地 就是吃当季 其实这个部分呢 是对一个海洋资源的一个永续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有带小孩子去餐厅里面 去有介绍一些今天的食材 有一次九孔 活虾 鲁鱼 然后就是教小孩子一些 他们处理的方法 有不一样的 类似说有些是用蒸的 有些是用煮的 有些是用大蒜和番茄下去炒的 就是教小孩子 就怎么样去从头到尾 就给他预备起来 确定要由学生来准备 卸实验的消息传出 社区中的餐厅家长纷纷响应 提供海鲜蔬果等食材 加上五星主厨传递的好手艺 教导学生只要吃当季 吃在地 任何食材都可以拥有五星级的价值 而学生们跟着五星主厨料理完成 都充满成就感 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然后想说要准备卸实验 然后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吃 然后顺便聊一些毕业的感想 野九国校的毕业生们 期待透过难得的卸实验 在一次与共学六年头的同学 共创美好的毕业回忆 也要自办谢实验 与老师同侪聊聊未来的志向 更要透过亲手做料理 来传递对于师长的满满感激 自交平行万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欢迎回到双北新闻 新北市淡水沿河北侧平面道路 预计在今年底动工 不过中正东路88项41弄里的部分住户 担心施工会阻断进出的道路 所以向市议员郑宇恩陈勤 并且邀请了相关单位办理会刊 希望能够解决民众通行问题 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88项41弄 里头有部分住户 因为今年底淡水沿河北侧平面道路 准备要开始动工 而路线则是从中正东路88项平行施作 这也让里面的住户担心施工阻断 四十一弄的道路 让他们无法进出产生疑虑 因此日前也向市议员来诚勤 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了解 淡北道路开了之后 我们是怕我们每天都按这里出入 怕到时就被阻断了 所以我们就很紧张 请那个议员来帮忙 很诚恳的来说明说 以后会怎么去做 有一条路可以 还有寒洞可以过 叫我们不用担心 住户这边就是很紧张说 如果淡北道路住了之后 他们会不会再住在里面的 就是等于说是我们轻轨 靠淡水合测的住户 会不会没有这个便道出去 所以今天到现场来勘查 然后跟这个新工处这边确定 那未来呢 其实这边的便道会有一点改变 但是呢还会留色通路 给这边的住户呢 做出去到我们台二线的一个寒洞 居民表示他们过去 每天都依靠八十八项 四十一弄道路进出 而未来北侧道路将会从中贯通 担心他们会有进出很大的问题 而对此事议员郑宇恩则是找来 新北市新工处一起来会看 将未来师座的临时便道路线 说明清楚解决居民的问题 那也要谢谢新工处 还有新北市政府 希望他们能这个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然后更多的心力 跟地方的居民做一个沟通 那主要其实这边的便道 就会变成是只有人可以走的高度 然后呢反而是会新设一个便道 从这个民宅这边这一条路走出去 然后再接到这个捷运旁边的这个通道 所以说整个路幅都会有一些改变 那也希望说如果有住在这边附近的民众 可以赶紧来跟新北市政府联络 市议员表示在会看之后 新工处未来在施工虽然会阻断88项 41弄的道路 但是在另外一旁距离50公尺处 会搭设临时便道 而居民可以从这边开车进出 而在道路完工之后 41弄会变成寒洞 只提供人行通过 而车辆将会由新P的道路来通行 而议员也希望市政府可以多多与居民沟通 解决他们的疑虑 新北市汐止区长青里 长期缺乏活动中心 再加上当地消防队 也是跟社区借用场地办公 实在很不方便 而在经过相关单位协调 目前是锁定荒废25年 占地上千坪的五指山进水场 希望能够活化利用 作为活动中心 以及长青消防分队使用 当初为了提供山区住户用水 在水公司25年前 就在汐止长青里 盖了这么一座五指山进水场 里头是被齐全 就连办公厅舍都有 不过盖好了 地方居民对于付费自来水 没了需求 就一直荒废到现在 里面的环境不错 但是杂草还是不少 上千坪的空间荒废 地方就希望能够活化利用 位于山坪地的地方 都一直要找地都有点困难 所以说我们尽数把它完成一个市民活动中心 毕竟这里汐止室内是一个边点地区 长青里长期来没有活动中心 里面缺乏室内聚会场所 最重要的是长青消防分队 因为一直找不到适合地点兴建 只能占借脆薄新村的用地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针对荒废的五指山进水场 是不是能够兴建活动中心 及长青消防分队 相关单位也评估可行性 长青消防队是战届在脆薄山庄 那今天里长跟区长 来跟我们看这块地 那未来消防局这个部分 会来评估整块地的效益 如果说江海土地的取得经费没有问题 或者是它地的使用效益是大的话 那基本上就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因为我觉得这个土地 事实上现在是自来水公司的 它一直在没有使用防徽的 那一直很可惜 那我希望是活化用地 目前现有的这样一个厅舍 来下去做一个评估 因为目前如果说 不管在实际上的需求也好 或是说在整个整体上的经费的考量 未来脆薄山庄跟这边 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全面性的思考 目前除了两层楼的办公厅舍 包括分水井 沉淀池 快绿桶 清水池 都是从做好了一直放到现在没使用过 再加上用地上千坪一直荒废很可惜 如何活化利用 市府自来水公司也将进一步协调评估 再做进一步的规划 甲程慧玲 细致插方报道 新北市实定国小举办第二届毕业活动 今年共有四位国小毕业生 以及五位幼儿园毕业生参加 这次活动更有特色 包括自查体验纪录片的制作 小论文发表等等 最后也以凤茶来表达对师长和父母的感恩 实定国小融入在地特色 去年首度举办毕业茶席 今年以萌芽为主题 展开第二届的毕业茶席 并且有了更多特色和创新 活动中先以修剥刮的吟唱 带领现场来宾感受茶席氛围 而为了准备这次的茶席活动 毕业生不仅到茶农家实际体验制茶过程 也进行了记录 包括配音剪辑等等 都是由孩子一手完成 在做这个茶农生活的体验的部分 他们今年是用纪录片的方式 也就展现他们在资讯课程的一个成果 所有的这个剪接的部分 配乐 还有后面他们的这个配音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孩子后制完成的 毕业生沈月香说 生活在实定 读书在实定 当然要了解茶文化 而他们也希望能够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 所以能够以茶席迎接毕业的到来 不仅很特别也很难忘 我们在制作茶的时候 我们有付出很多的努力 然后我们也很努力的 想要把这个茶席用好 希望我们不会留下遗憾的毕业 校长魏千尼表示 在影片当中更穿插了英文说明 希望能够让孩子与国际接轨 而这次除了有四位国小毕业生 最特别的是今年还有五位幼儿园毕业生 一同参与 他们同样也在课程学习中 导入与茶相关的内容 就连活动中的茶饼茶栋 都是由小朋友制作的 所以这次与大哥哥大姐姐 一同以茶席迎接人生的 第一个毕业典礼 我们就把幼儿园呢 就真的落实了这个幼小衔接 所以今年的幼儿园的毕业生 就从这一届开始呢 幼儿园毕业生 他都会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毕业茶席 那因为这个幼儿园的毕业生 幼儿园呢 他们本身在课程里面 生活课程里面 也都会跟排跟茶有相关的 为了让孩子能够深入地了解茶文化 这次的茶席活动 毕业生还以红茶与包种茶的差异性为题 发表了小论文 并且将茶人欧阳修写作的茶师 进行赏息分享 让他们从这个茶师的赏息里面 去了解古人的智慧 那一直以来 其实茶过我们的生活 都是离不开关系的 那也让他们从这做成当中呢 去体会到 他生于石定 那石定就有一个非常非常 历史悠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那而且是这样的一个产业 让他们将来呢 是能够以石定为荣 最后毕业生以优雅茶道 将泡好的茶奉茶给在场的美味来宾 就连幼儿园小朋友 都有模有样的捧着茶盘 不及不虚的递茶给来宾品尝 如此特别的毕业茶席 不仅让毕业生留下难忘的回忆 也让他们开创了学习视角 以石定国小为荣 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国小的毕业活动 也相当特别 学校是举办了 小导演大梦想毕业影展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5部的影片参赛 颁发了最佳摄影剪辑影片等十多个奖项 让得奖的同学都留下最难忘的毕业会议 新年国小23号举办小导演大梦想毕业影展颁奖典礼 今年影展已经迈入第10年 共有15部影片参赛 是毕业生花了相当多时间制作完成 校长许泽田表示 今年的影片主题为品格教育 毕业生从生活当中取材 透过不同角度呈现 内容丰富且多元 小导演大梦想是我们新年国小 一个非常有素养的课程 因为小朋友呢 透过拍片的过程里面 学习相互合作 那这次他们拍摄主题是品格教育 所以你会发现小朋友呢 会从不同的一些生活中的礼貌 对人的尊重 他们会找到非常细腻的一些主题 然后拍摄 这次影展奖项包括了最佳音效 剪辑 摄影 海报设计 演员 编剧 动画导演 人气 以及最佳影片金指奖 语音之奖 最大奖项金指奖最后是由45度的天空夺得 这部影片是以同学们刚入校园的快乐生活为起点 但随着年纪增长 课业压力加重 渐渐导致孤僻性格 影片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关心周遭的同学 一起快乐学习 整部影片也仿佛是国小生活的缩影 我要感谢所有的主缘媒体合作 拍出这么好的影片 每个都有做了很多 谢谢你 另外音之奖是由寄生绰号与乱丢的不灭定律获得 许德田校长指出 虽然孩子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所冲突 却也是创意的激荡与发想 以及分工合作的精神表现 相信最后影片的完成 将是毕业生最大的成就感 在这过程里面呢 他们相互分工 然后最后呢 在不断的讨论过程里面 把成品完成 那今天呢 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作品展现给全校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家长来看 相信这样的课程呢 对孩子来讲 算是一个我们新建国小六年学习课程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好的课题 新年国小学期盼毕业生能够将这些带着走的知识 延伸到国中教育当中 继续学习进步与成长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生报护中 如有符合卫福部公告 需长期照顾之身心失能者 不论是请外籍看护 住长照机构 使用长期照顾服务 或自行照顾 每人每年可扣除长期照顾 特别扣除额12万元 薪资收入者 可就薪资所得 特别扣除额20万元 或必要费用者一剪除 剪除后的余额为薪资所得 如果选择剪除必要费用者 以剪除符合规定之 职业专用服装会 进修训练会 及职业上工具支出等 三项会用为限 平民 有赞健康程式 好茶在平民 在这里有少年十年 同じ 好饱 好茶 好茶 好水 选好茶 我永远被衬落 冠冠地 送到我们店 会等你们做好茶 2 5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零工院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双北新闻 迎接暑假新北捷运公司推出淡海轻轨五大主题邮程 民众购买一日券就可以获得轻轨列车造型橡皮叉 另外还能够领取一份邮程地图 搭轻轨到沿线各站只要挤满四个不同搓张 还可以在红树林站兑换三阴县环壮县以及安坑县 任何一款列车造型橡皮叉换完为止 新北捷运公司为了迎接端午假期以及暑假的到来 推出淡海轻轨五大主题邮程 整合淡水最在地的巷载内的旅游景点秘境 推出淡海轻轨即将赠奖活动 从6月25号开始民众只要购买一日券 就可以获得淡海轻轨列车造型橡皮叉 而另外领取一份邮程地图搭乘轻轨 至沿线各站收集站内的搓张 只要挤满四个不同的搓张 还可以在红树林站兑换环壮县三阴县以及安坑县 任一款的列车造型橡皮叉送完为止 是的我们这次推出的五大主题行程 包含美食 美派 亲子 自行车跟约会的一个行程 除了五大行程以外 我们还另外有加码送 只要买购买一日票 我们就会送一个淡海轻轨造型的一个橡皮叉 那另外只要挤满四个不同车站的搓张 也可以再来换三环三线的列车造型的橡皮叉 捷运公司表示即将活动在轻轨绿三线沿线11个车站 放置有几米轻轨专属元素及站名的印章 民众只要在红树林站服务台领取一张游城地图 就可以开始进行即将游戏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我们的一个美派行程 可以在滨海沙轮站 那附近有城市古厕 还有户尾炮台公园 都是一个很好拍照的一个景点 或者是在我们的淡加大学站 出了车站就可以到我们的阿尔排骨饭去享受美食 捷运公司表示 期望结合游城推广及几张活动吸引人潮 借由互助合作的议题行销 带动轻轨达成人潮 并且对于淡海轻轨周边及整个淡水地区的经济复苏 带来注意 在后防疫时期 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适度的社交距离 而捷运公司也希望透过全新设计的去游淡海游城规划 让旅客拉近天空与海的距离 提供游客深度且漫游的旅程 记者许多安一的学生报报道 新北市深澳铁道自行车将于今年7到9月 加开夜间营运班次 推出星光夜骑铁道游活动 以浪漫的山海景色还有永续环保主题 打造沿线夜间灯光艺术 另外搭配振兴三倍券 也推出套票的好康优惠 风景优美 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深澳铁道自行车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从7月1日至9月30日 特别推出星光夜骑铁道游活动 以山海景志与永续环保为主题 搭配沿途绚串丽的LED装置艺术 振兴三倍券的使用 升到铁道自行车 特别推出双人来回实体纪念套票 原价600元 优惠价一套只要400元 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 前往旅游拼经济 毕竟在疫情期间 大概就是我们各行各业都会有比较萧条一点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用不同模式 就请大家 希望邀请大家能够来到这边之后 就是刺激一点点的消费 就是让我们在地的一个业者 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观光产业 能够就是恢复以前向这样的蓬勃发展 另外8月22日3日将举办七夕夜间音乐会 9月19日则有橡皮岩百人浸滩活动 观光旅游局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一起爱地球 享受深奥美景 记者罗路鸿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庄区中港公园启用之后 已经成为亲子游乐场所的首选 而且来到公园 也不用担心找不到遮阳的地方 因为公园四周被社区大楼围绕 间接地挡住了太阳指射的问题 不让小朋友的玩乐时间受到限制 不论是孩童最喜欢细水玩沙的细沙坑 还是这个共融式的溜滑梯 看见大小朋友一起开心在新庄中港公园里面玩耍 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 然而这座全新改造的儿童游戏场 还有另一项其他公园所没有的特色 中港公园有一个特色 就是两边都有大楼去遮阴 所以在这边玩耍是特别凉爽 尤其现在我们又增进了一个新的 这又是我们新的溜滑梯 还有攀网绳 摆道秋千跟沙坑之王 更不得了了 小朋友我看看 现在要叫回家吃饭可能都很困难了 因为太开心了 不用花钱就能够达到遮阳效果 因为公园四周被社区大楼给围绕 所以间接挡住了烈日直接照射问题 对来到这里游玩的大小朋友 也不用担心皮肤会晒伤 这个公园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四周都有大楼 所以它就很不怕日照 尤其是西晒的问题 这边都有大楼可以挡着 像现在又微微的阵风 栩栩吹来就很凉爽 非常的好 在未改造以前 当地旅长说 原本这个地方是一个废水池 环境恶臭 民众都不敢接近 如今特色游戏场 已经变成大小朋友喜爱的休闲场所 他感谢新庄区公所 是背后的主力推手 里面有非常多的大型废弃物 还有大家种菜的一些盆盆罐罐的水 还有一个池塘的一个池水 经过我们公所 把它征收之后 把它做成中港公园 就不一样了 没有以前的脏乱 没有以前的蚊虫 那小朋友就已经非常喜欢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 占了优势的环境设施 没想到中港公园 也因为周边大楼林立 所以让家长不再苦恼 烈日当中 小朋友在外地游玩的时间 受到限制 新北市淡水区文化国小对面 有座上千坪的公园 因为管理权是校方 每年都要花不少钱养护 整理杂草更是一大难题 而最近校方从淡水一处农场 接收了两只山羊 干脆就把它们当作校羊 直接的带进公园吃草 同时也解决了公园出草问题 新北市淡水区文化国小 非常热爱动物 过去对于校犬小白袜的爱心 现在除了迎接新的校犬 Oreal之外 更养了两只山羊 日前也在校园当中 启用他们的新家 养妹妹公园 校长表示 过去对于学校对面的公园 整理杂草是一大难题 管理人又是属于校方 刚好又遇上了淡水顶田辽农场 有两只山羊 就把它们接到校园当中 作为校羊 而另外一方面又能够放羊吃草 解决公园的出草问题 可是割草呢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用塑料袋 很多的塑料袋去装草 把它拿去气韵 我制造很多垃圾 油的排放就是割草机的声音 又造成污染 那我就想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脸书看到我的好朋友 顶田辽的老板 正班长 他说有羊要出售 我就跟他下巡 对 假如我有一对羊来 帮公园吃草 帮学校维护草皮 同时他又便便滋养大地 校长表示 文化国小对面的小弟文化公园 占地一千多坪 过去因为杂草 每年都要花不少经费来养护 还得使用许多的塑胶袋来打包 非常的不环保 而现在有了这对山羊的加入 他们的排泄物更能够当作肥料 形成环境善循环 对于学生来说 更是一场生命教育 当作给我们这一届的礼物 那这个羊的带来 我们也希望成为课程 让孩子实践 不要去喂羊 但是去观察跟照养他们 这是我们文化国小 想要去实践生命教育的一个课程 然后也是我们成立文化 羊妹妹公园的契机 也是送给这一届 受到新冠病毒 而停课很久的毕业生的一个 毕业礼的县礼 学校透过校犬与校羊 带给学生爱护动物生命的教育意义 而这一对羊也取好了名字 因为一身黑 票选出来叫做巧克力与可可豆 非常的可爱 而他们的新家羊妹妹公园 也有门牌 图案则是日前来到淡水文化国小的 日本插画艺术家大使小龟所创作 小房希望让这对山羊 更能够亲近社区民众与学生 成为最棒的生命教材 记得许多安一 淡水采访吧 打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超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方法比较安全 插头不潮湿 不损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插头 电气周围不放 有凉物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制作者 李宗盛 诗人不是老人的专利 这些长造2.0几乎都考虑到 除了诗人身性障碍者 还有像位马65岁 但是已滴马55岁的男住民朋友 以及50岁以上的私自认患者 都是我们长造2.0的服务对象 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 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 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 欢迎回到双北新闻 每年台北儿童月活动 是许多大小朋友最期待的事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的活动都延到了暑假举办 今年活动以有感商店快乐放暑假为主题 邀请了10家优质企业参加 提供超值特惠商品 要让国小以及幼儿园的小朋友 开心放暑假 透过最先进的体感模拟系统 体验双脚悬空 自由翱翔在云端上的梦想 搭配无感体验 能在短时间飞越不同行点 展开一场奇幻冒险 我们的话是一个i-ride 5D的体感飞行剧院 那你在体验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会看到视觉跟听觉之外 还会有一些风跟水雾的触觉 那我们还会有一个位移的体感 我们会让各位的消费者 是用天使的视角 用高空的视角 看到台湾不一样的美景 除了好玩的科技体验外 其他像是娱乐影城 线上学习 交通运输 餐饮美食等十大企业 二十六家分店 共同响应2020台北儿童月 推出有感商店活动 超多优惠方案 要让孩子及家长快乐过暑假 今年我们先试推 有十大企业 二十六个分店来参与 当然我们希望说 未来儿童月 有更多的NPO NGO 包括企业 能够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来共襄胜举 加入我们台北儿童月的行列 今年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活动不得不取消或延期 好在台湾疫情逐渐趋缓 教育局结合相关企业与店家 推出台北儿童月活动 一方面要让孩子开心放暑假 也顺带提升买气 振兴经济发展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谁说老房子不能有新生命 一文结合设计团队 进驻台北市新一区四四南村 把老屋变成书店家剧场的模式 让喜爱艺文的民众都能够来看看书 欣赏戏剧 探索不一样的艺术响言 南村剧场第一季 不读书俱乐部的音乐剧 在舞台上热情演出 台下观众也聚精会神的观赏 黑色的表演环境 乍看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但其实这不但是做剧场 也是一间书店 书也是一种展演的模式 那我们把人的展演跟书的展演 一起放在一起 它就变成了一个剧场的书店 季乌龙街样品屋书店设计之后 Playwalk南村剧场青鸟游设计 选择在四四南村重新规划 结合南村特有的眷村风格 加上剧场设计 让书店不单单只是书店 而是一个多元的空间表征 我们会长期的以推广台湾 新锐的剧作家 或是剧团或是脚本为目标 所以会持续的发展下去 希望可以变成就是新义区 这边一个很著名的代表的剧场书店 谁说老屋不能有心生命 结合藏书设计阅读 甚至是剧场空间的 Playwalk南村剧场青鸟游设计 等着爱书人剧场人以及文化人 共同去发掘它的美好 记得长的话 材料报导 环保风当道为了减少烧纸钱 台北市政府这几年 推动民众在祭拜的时候 以平安米代替纸钱 收到不错的成效 也有越来越多的寺庙响应 像是木炸吉亿庙 就推出了全台首创的文昌笔 民众参拜的时候 可以选择以笔代金 还能够获得文昌帝君加持笔友 再拜 上拜 怀着恭敬心情 众人在鸟鸟香烟中 敬拜宝仪尊王与夫人 祈求博比 紧接着来到文昌殿 先行上香礼 在敬献文昌笔给文昌帝君 过炉加持 祝福欣欣学子都能高中金榜 人时几千 就是如果别人读十遍 那我要读一千遍 如果我们这么认真 这么努力 文昌帝君就会来帮助我们 拜拜 那用文昌笔代替烧金子的话 那这个拜完了这个文昌笔 带回去他去参加考试应考 能够得心应手 二笔铅笔原子笔 齿橡皮擦于笔代 如此齐全的应考工具 就是木榨集营廟全台首创 鼓励信众以笔代金的文昌笔 不论是参加考试或是求平安 都有如获得文昌帝君相助 文昌帝君刚创始以后 来拜的学子很多 但中间有出过状元 然后找很多过来学子 然后有很多就是他已经 得到自己所希望得到的 那个志愿 然后很高兴回来许愿 然后来这边还愿的 从小就不是很爱念书 文山区好山好水到处玩 然后退伍以后 就常常到集营廟来拜拜 就开始想要有一点 学求自愈的心 去年我已经是科技大学 历年来40年来的杰出校友 得到杰出校友 所以也很感谢我们魁欣的帮忙 主寺汪公 宝一座王跟宝一大夫 同寺文昌帝君的木榨集营廟 除了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廟方所举办的状元宴席 多年来更是名满天下 而随着考祭将界 集营廟也首创以笔代金 不但符合寺庙特色 也让信仲在生活当中 落实环保 记者顾餐友台北材料报道 新北市芦州区一家隐身在 巷弄内的复合式咖啡厅 年轻老板结合美学好创意 不但研发美味佳肴 也提供唯美舒适的用餐环境 让民众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台北 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用餐环境 也让新北市员李昆成占不绝口大力推荐 松软的戚风蛋糕 加上香甜的芒果 加搭配摆盘点缀 一道甜而不腻的芒果雪坊蛋糕 就搭工告成 隐身在卢州三明路巷弄内的复合式咖啡厅 年轻老板结合美学与创意 不但研发多道美味佳肴 也提供唯美舒适的用餐环境 让新北市员李昆成赞叹不已 不论是它这个里面室内的设计 不是说它的餐点 不是说只有好吃而已 我觉得也兼顾了美学 就是说一整个摆盘 就觉得说非常的漂亮 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我们家的甜点跟我们家的显示 都是由我们自己研发设计 包括连摆盘或是所有的产品 都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研发 它跟成功或失败 才去做最后的最终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客人吃到的东西 一定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在卢州土生土长的李嘉顺 不仅专严美学设计 也满怀憧憬回到卢州开店 希望凭着自己的坚持与热忱 带给家乡顾客高品质的用餐享受 我本身是卢州的在地人 那我觉得卢州应该有一个 更舒适的环境 然后可以 不管是周末或是放假时间 就不需要再去台北市 我也很高兴说在卢州有这一种店 然后很多网美都很喜欢来 然后很多人也是看了网路上 他不认识他的饮料 他的甜点 或是他的这个餐点等等 都让人觉得说 其实你现在虽然是在卢州吃 可是你有那种 你好像是在台北这种感觉 目前正值芒果的盛产期 业者也推出五种芒果创意料理 每一道都别具特色 炎炎夏日 想找个清凉舒适的用餐地点 李昆成议员推荐大家 不妨到这里大快朵頤一番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接下来带您关心天气 是由新北市消防局的气象达人 带您了解天气改况 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持续是相当的晴朗炎热 那么预计这个礼拜 都会是相当晴朗炎热的天气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防晒防中暑 另外还要稍微注意的 就是午后雷震雨前往山区活动 还是要特别小心 预防雷击还有溪水暴涨 因为天气热 大家可能很喜欢到西边去细水避暑 来看一下这个云渡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 云量很少 因为封面位置在比较偏北 我们台湾的话 则是受到太平洋高压 往西面延伸到我们台湾这附近的影响 所以高压笼罩之下云量很少 加上有些西南风上来 所以云量少 而且又是比较闷热的天气 那么这礼拜的话 大致上会是像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没有太明显改变 只有礼拜三开始 我们台湾附近水气稍微增加 所以午后雷雨的几率 也会稍微的变多一些 所以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么基本上天气的话 这个下雨的话 大概就是在中午过后 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雨 在于这门新北市的话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南侧 南侧的这个山区上面 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午后雷雨的发展 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三 都会是类似的情形 都是这个中午过后 有些午后雷雨发展起来 礼拜三的话 会稍微的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礼拜三如果前往山区的话 甚至是山区临近的这个平地 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机会 所以礼拜三下午 有做一些这个户外活动的规划 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一个变化 跟这个自身的安全 包含雷击或是吸水暴涨 要特别注意 未来五天我们新北市的天气 都可以看到阳光 也都有这个午后多云的情形 甚至是午后的雷震雨 不过这要看地区而别 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大家 最主要是我们在比我们新北市 南部的这个山区 是比较容易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发展 那么温度的话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低温 都有27到28度 中午要温 几乎都可以达到35到36度 或甚至是更高 这个这几天天气 真的是相当的炎热 大家要特别的来留意 那么这么炎热的天气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到户外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有些人会喜欢到山上去走走 避暑一下 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银河洞登山步道 它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北夷公路的旁边 那么它是一个内奥勒山壁所形成的山洞 洞内的话有一座 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小庙 那么梅子辽西就是流到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它有一个90度的脊椎形成的银河洞的瀑布 那么当然提醒大家 如果前往的话要特别注意 步道是比较容易湿滑 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醒过大家 还是要特别注意午后雷阵雨 如果要前往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尽量是在上午的时候 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去的话 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那么当然如果下午去的话 如果有这个听到雷声的话 又赶快找到可以遮蔽 比较安全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北市七讲 明天再见 以上就是6月29号的双北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